Yo!哈囉!大家好!我是Gobin,Gobin Chen 歡迎回到Gobin的YouTube頻道 那這一支Vlog是 我想說既然都發生在台北 就趕在最後一天,今天是2021年的2月22號 最後一天待在台北,等一下在 下午一點的時候要跟房東簽退 想說既然這件事情發生在台北,就在台北把它拍完 那很抱歉就是,我相機的麥克風 我放在箱子裡面寄回去了 後面會聽到是iPhone的錄音 好 那我要來講這件事情就是 我的Facebook帳號 被臉書 官方臉書給ban掉了 Why 其實我也根本不知道為什麼 好,那一切的故事 從什麼時候發生的先開始 去年 2020年 端午節的時候 我記得是 6月27、28號 那時候 我那時候禮拜六 還在跟 還在直播,在Twitch直播 那時候我跟萊蓋還在打遊戲 剛好看到Discord有人貼 Facebook的一支影片 好奇一下那個人家在傳什麼梗圖啊 或是something interesting Anyway 點進去的時候發現 他說 不好意思你的帳號被停用了 我想說 What the fuck 我 我成幾何時就是 有什麼東西會讓官方來停用我的帳號 我其實超級浪漫 大家是 What the 為什麼 Why I don't know why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這邊先講一下 因為這是東西 我原本想寫腳本 但是我發現很多東西都其實非常非常的零碎 請容我用這種 有點像是 記憶碎片的方式 一點一點的補充 那如果我後續有相關的影片 或是截圖 我會再放在畫面上 OK 那這一段很長 但是我會把它做成片段 我註解會打在下面 先 中途出來打個預防針一下 OK那我們再回到剛剛的故事 那時候跳出來就說你的帳號被停用了 重點是他沒有給你任何的理由 沒有給你任何的 想法 沒有給你任何的 你為什麼被ban掉的原因 所以呢我那時候當下也在直播想說那就先直播完 結果呢直播完以後回去翻這些紀錄 他是跟我說 第一個他是截圖說 你的帳號違反了我們的社群守則 所以我們將你的帳號停用 但是他沒有跟我講原因 完全沒有 他說因為你的帳號違反社群守則 請你自己去查守則 看看你自己違反哪一條 超屌 就是這樣子然後把我的帳號ban掉 OK anyway 我想說 既然你把我的帳號ban掉 那我想辦法 解決嘛 那 我先 去釐清 一開始我哪裡做錯 有沒有傳一些色色圖啊 有沒有傳一些 不大的東西在Facebook上面 事實證明 其實根本沒有 因為到前一天我都還在用 我的帳號沒有背到 我帳號沒有背到 沒有背到或亂貼什麼東西 那你說是不是因為我過去有張貼一些偏激言論等等之類的 我必須老實講 有 但是 很久 2020年的端午節被ban掉 可是我2018年的時候發過一篇文章 那時候在罵說投給韓國瑜的89萬個選 89萬人的選擇 89萬個低能兒 2018年寫這麼偏激的文章我沒有被ban掉 結果2020年什麼事情都沒做我就被ban掉了 那我後來去思考反思其中幾件事情以後 我在猜 我在猜 這邊純屬意測 官方沒有給我 原因 我純粹是我個人的想法 那時候 遊戲界 Twitch 遊戲有發生一件事情 打APEX一個 比賽的 有一位選手 那時候發生的 沒有給 沒有分獎金給 隊友 他的隊友是對岸的中國選手 然後他們一起組隊 然後發生了打贏比賽 這個人沒有給他獎金 然後那時候我是 單純的 針對那一位 沒有給獎金的選手 他寫的那個澄清文 我個人覺得 個人覺得 再次強調 個人覺得 沒有澄清的很到位 就是跟大家說 不要各位過多揣測 中間有太多因素 所以你們不要再 在亂說什麼東西 剩下的我們自己解決 是沒有 既然是公開發文 然後我個人覺得這個內容沒有公開澄清到 我分享這一篇貼文到我的粉絲專頁 狗冰遊戲 狗冰遊戲間嗎 應該是我忘記了 太久沒用Facebook了 所以我甚至連我粉專那時候的名稱都忘記了 分享到那裡 然後說 如果你是要道歉或是澄清 一開始就說 不好意思 造成各位社會大眾的紛紛擾擾 然後開始澄清我的內容 然後澄清完我的內容 有沒有條理的日數 再其次 最後再跟大家說 不好意思 再次 再跟大家說 不好意思 對不起 造成各社會大眾 這些紛紛擾擾之類的 我認為那時候 我這樣寫 可能激怒到他 某部分的粉絲 因為我分享了那一篇貼文之後 我的臉書粉絲團 在短短時間內 大概短短兩週內 多了 5到10位 甚至到 10幾20位的人 按讚 我懷疑是不是被惡意檢舉 那假設 假設 就是 因為檢舉 所以臉書暫時把我的 帳號 停權 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 我要怎麼拿回來 對 這是 這是重點了 你說 好那我開始Google 我的臉書帳號被停用 我是停用不是停權 停用 那我該怎麼辦 開始Google Google呢 前面那幾項很多人說寫email啊 寄email啊 X server 問他們客服 然後也甚至有人直接寄實體信 過去有一位在台北士林選 市議員的某位 候選人也寄過實體信到他們公司 So 你說我試過了嗎 這邊 我這邊會放上 我過去 這一個月內 就是被停權的這一個月內 所寄的每一則email 基本上是複製貼上 複製貼上複製貼上 也複製貼上 這這麼多的email No Respond 沒有任何回應 完全沒有 任何回應 所以我就轉戰寄實體信 我實體信寄了兩封 我很確定我寄了兩封 第一封 在兩個禮拜 就是事發兩個禮拜 第二個禮拜 寄出去 那時候沒有寫說我這個信件的阻止是什麼 也許就石塵大海了 因為是寄給他們的 公司的登記人 負責人 臉書 公司的負責人 第二封的時候有寄到 因為我說臉書被停用 請麻煩 查查查查明後 之類的 這類型的文字 直接寫在 寄的信封的前面 第二封是在第四週寄出的 第四週 第四週寄出以後 我 臉書變得不一樣 我登入進去他的頁面變得不一樣 他跟我說 你的帳號因為違反了社群守則 那 因為 停用的時間 過長 我們無法審核 這一段時間 為何將你處置 所以呢 請你自己去查看社群守則 我幫各位翻譯一下 這一個文字的敘述 綜合翻譯就是 我把你ban掉了 然後我忘記為什麼ban你了 然後請你自己去看我們的 規則 What the fuck 欸 超誠 為什麼你們可以 用這種方式然後把人家的帳號 停權然後被人家惡意檢舉 然後 Oh I'm sorry I just banned you And I don't know why I banned you You motherfucker Go check my rules And I'm gonna give you a shit about that Anyway 這樣子就算了 我先講一下中間過程我非常嘗試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的管道想要向 臉書公司那邊做聯繫 那我畢竟我大概只有 100個 追隨100個讚的 一個小小的實況主 一個小小的遊戲創作者 一個小小的影片創作者 誰理你啊 Who give a shit about you Anyway 我這工 這中間的過程 嘗試了非常多的方式 你說我前面寄 英文的email就算了 中文也寄了 我甚至超好笑的一件事情是 我寄到 Facebook那邊 結果呢 IG Instagram 跑來問我說 你是不是遇到了一些登錄的問題 然後 我就回嗆說 幹你老師 你們公司的東西 你ban我Facebook你居然來問我IG是不是被 賬號有問題 白癡嗎 收購以後腦袋就壞掉了嗎 Anyway 一見烏龍 那我自己也發生一個烏龍是 Facebook在台灣登記的公司是在南山廣場 就是在信義區那個就是長這樣然後有這樣的 的一棟建築 然後我下意識我那時候可能太ㄎ了就是把Facebook公司繼承了Google Google的公司是在101大樓裡面 我就直接密那個我就直接寫信給101的 辦公室的就是收信的管理處說 那個想要跟Facebook取得聯繫 不知道你們公司可不可以幫忙這樣 你們的管理處可不可以幫忙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說不知道為什麼公司沒有 Facebook管理處 我那時候才想起來 幹那個是Google我記錯了 I'm sorry Google I'm sorry Anyway 這個是 小插曲 那你說我這過程中還有請誰幫忙 我這個過程中有請 我那時候有在 那個Wireforce的群組裡面 Wireforce是 全台灣最大的電競群組 不是電競群組 電競盛會 那時候有一個群組裡面 就是很多有跟Facebook簽約的實況組 那我那時候在問說我被ban掉了 然後他們沒有給我原因 然後兔頭那時候有來 問我說啊官方有給你什麼原因嗎 有給你什麼東西嗎 兔頭那時候有稍微 回訊息給我 我覺得 很感動 謝謝兔頭 就可能沒辦法是 就比較 不好意思就是他也沒有 就是 也謝謝他啦雖然說 後面 也沒有幫上忙 但是 非常謝謝他有回 回我訊息 那時候也有 其他的粉絲 其他的 觀眾 有回說 因為 2020年 因為2020的關係 武漢肺炎的肆虐 加上川普的 時代來臨 很多的假新聞 甚至是他們 認為你講武漢肺炎 貶低中國的這些言論 都會在 臉書上被人家審查 所以呢 因為 疫情也因為武漢肺炎的關係 人員減少 大家都work from home 大家都在家裡工作 所以 他們把這些的檢舉 或是這些有問題的 賬號全部通通丟給 AI處理 AI處理 所以 等於說我一開始記得那些英文信 全部通通丟給AI 那AI就是 你知道現在的AI就是 也是 人工智障嘛 So You know It's just Piu 就是 丟到水裡 就是哪一顆石頭 哪一封信丟到水裡 然後就 漸漸沉下去了 Wireforce那邊 聽到的結論是這樣子 也迫於無奈嘛 那我 過了幾個月吧 還是那時候 我忘記什麼時候了 我後來聯絡了 上班不要看 的湯瑪士 小歐 都有回我 他們都有回我訊息 那湯瑪士給我最大的 回饋是 他有 去問他臉書的朋友 在臉書工作的朋友 那他是說 因為他朋友也是在處理 SERVER的部分 不是 客服的 前端 不是前端客服 他說 所以他朋友也無能為力 那這段 這一個 部分 這個問題 我只能去 跟前端反應 那 我也很謝謝湯瑪士 也謝謝小歐來回我 小歐那時候跟我講可以去問湯瑪士 那我那時候也有問 張蓮傑 蓮傑克曼 就是阿傑 那阿傑他 也有回我他說 也是推 推薦我說你可以去問 湯瑪士或是 呱吉 那 我呱吉有問 我呱吉有問 然後 我知道他很忙 所以他有已讀 但是他沒有回我 And I appreciate 非常感謝大家的幫助 就是 我小小的一個 觀眾在Twitch 跟YouTube 然後還可以接受 幾位KOL的幫忙 非常感謝各位 那我最後最後也慢慢的接受 Oh give a shit motherfucker You just take my Facebook away And just float it away I can live it without Facebook Yeah我可以沒有Facebook account 我可以活著 我還很開心 Yeah 就是慢慢的脫離這個被社群掌控的時代 那 上述 上述 是我在 這一段 過程裡面 所遇到的事情 也找到人家的幫助 那關於後面我要講的 可能會是一些結論 我一些個人的想法 Facebook其實還是最大宗的社群媒體 那我到底這一段時間是怎麼度過沒有Facebook的日子 其實是相對來講變得很輕鬆的 那我其實 我那時候還在公司上班 那時候周邊同事的Facebook紛紛更新改版 他們其實很用不習慣新版的Facebook的界面 那我必須老實講Facebook已經相較過去一年兩年的 樣子已經完全的變得不太一樣了 就是你可能滑個現實動態 不是你滑個現實動態 你滑個動態 你滑個人家的 那個叫什麼塗鴉牆 塗鴉牆 塗鴉牆然後你會發現 怎麼滑兩個然後出現三個廣告 滑兩個然後出現三個廣告 他已經變成一個 投放廣告的工具了 他變成一個 完全是在 做 社群操作的 媒介 他已經不是 朋友跟朋友之間的 緊密連結的 東西不再是我們可以彼此看到彼此的日常 太難了 樣子也不一樣 OK 不好意思 我的相機錄到美電了 所以剩下的這個部分 我就用手機來錄影 很抱歉 可能品質不會像 過去在拍攝影片的這麼好 我想說這個東西堅持在台北把它拍完 就 就 不好意思 將就一下 那我剛剛講到的部分是 關於我的心態上在Facebook 被BAN掉之後的反應 那我得自己個人得到了一些結論是 我們在2020之前我們一直在學習如何推廣我們的社群 我們怎麼透過這些平台 這些新媒體的平台 那是Instagram Facebook YouTube 或是 Poolown 或是 就是 Blogger 或是Twitter Such like this shit 去跟 我們的 觀眾 KOL要怎麼跟粉絲互動 我們的一般人要怎麼去這樣子跟朋友 透過這些媒體 來互動 2020年 2020年之前是這樣子 但是在2020年之後我們要去思考的是 我們要如何自己去創造我們的社群 我們要如何自己去創造我們的社群平台 我舉例來講 像是 ALT 一個打籃球之前做梗圖的這個 品牌 品牌吧 他過去的經驗是 在Facebook上面先慢慢弄 發一些梗圖啊 然後慢慢延伸成Facebook社團 然後Instagram 然後LineAd 然後到後面他終於 他開始賣一些他自己品牌的 服裝啊 背包啊 或是 一些 Lilicoco跟籃球有相關類似的東西 那他其實後面是透過他自己的網站 再去傳遞 去販售這些東西的 所以其實我們開始要去思考說 我們要如何自己去創造我們的社群 我們KOL要不要有一個自己的網站 自己的 是自己的System 不再是仰賴Facebook Instagram或是YouTube 因為假設這些東西 有一天 They're gone 他們就是這樣消失了 那 你說真的 我經營這麼久的心血 複製一句嗎 你可能也要不回來 會不會是這樣 有可能 而且 非常有可能 那你說你可能不比那些 真的很有名 那個 百萬 千萬訂閱的YouTuber 或是KOL 來的有名 那這些東西你有在進一個小網拍 可是 因為被 惡意的檢舉 然後你的 東西就不見了 你該怎麼辦 哭啊 怎麼辦 就只能哭啊 所以我會說我得到的結論是 2020年之前 我們在學習 如何去 經營社群 經營社群 2020年之後我們在 我們反而要思考是 我們要如何創造屬於我們自己的社群 的App 的App 這大概就是我在 我遇到Facebook被 Ban掉之後 過程 我的確有做反應了喔 我真的有做反應了喔 但是官方不給我任何 不給我 不給我任何 一點回應或是 處理解決的 辦法 完全沒有 我都寄實體信了喔 我也找KOL幫忙了喔 然後 三番兩次 寄Email了 我還想過我要不要直接衝在 衝 衝進那個南山廣場 衝上去43樓說我要找你們Facebook 你們克服人員要幫我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 這個過程到 後面沒有了Facebook 的使用體驗 再到我個人認為 未來會遇到的 情境 以及情況 會有任何的發生 以及我們要如何面對這件事情 這個應該就是我這支影片的主旨啦 就是純粹是聊聊跟分享 那會放在Vlog原因 畢竟就是發生在我的生活日常當中 那 很遺憾的 Yeah It just banned me And No reason 然後 Reason for that is To told you I banned you But I forget what I banned you Fuck it Fuck it 那 嗯 我想一下我後面想一下 想寫什麼 影片的後面想說 想說 想說 喔 想說一件事情是 我 因為 我剛剛有講到社群推廣主力還是在Facebook 所以我有跟朋友接一支小帳 來經營社團 非常感謝那位朋友 如果你有看到這支影片 非常感謝你 Much appreciate 如果有賺錢的話我會分你 Yeah I'll pay you back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 非常感謝幫助我的KOL 那 呃 呃 張連杰 連擊克曼 上面不要看的 湯瑪士 歐地 歐地 曹小歐 歐地 歐地 挖吉也謝謝你 然後 兔頭 還有 還有台客導演 台客劇場導演 Yeah 謝謝你們 呃 這支影片 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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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欸 馬克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Takeout Book》 《JustFuckFace》 《FuckFace》 《Facebook》 《Takeout Book》 《JustFuckFace》 《FuckFace》 《FuckFace》 And that's all Hope you guys enjoy this video I'll talk to you guys next time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留言告訴我你對這支影片的看法跟想法 部分言論有些極端但是 的確是我遇到的 呃的確是我遇到的事情 然後我個人的想法以及個人的 意見 那你有自己個人的想法或是意見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然後歡迎臉書 去找Google來把這支影片下架 歡迎你們 啊你們自己又解決不了 那那就是你們自己的問題 And that's it Hope you guys enjoy this video I'll talk to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